上节我们说到 那永屯的砂糖菊和作社 获得了极大的盛名 在收益庆祝会上 看到那么多钱 村民们纷纷都表示非常的羡慕 而蒙昌龙和蓝双鹰 看到这场景 心里也感到非常的不适滋味 就在这个时候 金凤不仅提议蓝双鹰扩大规模 甚至还想让蓝双鹰 向前经理求助办贷款 蓝双鹰听了 觉得金凤还在偷偷地和前经理联系 就生气地让金凤把手机交出来 谁知 金凤竟然气地把书包扔给蓝双鹰让他检查 而在庆祝会上 班华元特地倒了一碗酒 想要代表八户贫困户 向黄文秀表示感谢 黄文秀拒绝不了 就爽快地喝起了酒 我们要再接再厉 脱贫不是目的 我们要让脱贫了的 支付 富了的 高富 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 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 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 黄文秀的开心感染了所有人 大家都忍不住欢呼了起来 在一轮又一轮的敬酒下 黄文秀喝醉了 你们家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 黄书记 我们百年就是一家人 你咧 就是我们的家长 村民的一句话 突然触动了黄文秀的心弦 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眼看着黄文秀的情绪即将失控 龙战山赶紧弯腰抱起他离开 而班小班也顺势带着村民们 唱歌欢送黄文秀 与此同时 金凤甚至还因为怀疑 银凤告状而关起防门打他 蓝霜英气地打了金凤一巴掌 结果金凤转眼就冲出了屋子 黄元军一看形势不妙 赶紧就跟了上去 可是此时情绪失控的金凤 却静止跳进了河里 吓得黄元军也跟着跳了进去 随后赶来的蓝霜英一看 慌里慌张地也跳了进去 幸运的是 大家都没事 而这也让蓝霜英感觉自己 必须和金凤好好谈谈 蓝霜英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顿时就让金凤哑口无言 那用囤圈囤脱贫一事 对蒙昌龙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他想像班华元那样 多多帮助贫困苦脱贫 于是 他想试着依据砂糖聚合作社 来给琵琶分成 可是马万里 不仅压根就不接受这个条件 甚至还提醒蒙昌龙不能让步 蒙昌龙听了直发愁 因为现在那用囤重砂糖局脱贫 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着他种琵琶了 马万里建议蒙昌龙去山里重新发展 带动新的一批农户脱贫致富 这样到时候黄文秀就不能拿捏他了 虽然马万里的提议很合理 但是蒙昌龙还是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吃饭的时候 马万里突然提到黄文秀联系韩冰的事情 蒙昌龙一听 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而另一边 龙占山和黄主任为着扩大苗圃的事情 一起前来找老之书 听到这都是为了帮助贫困苦脱贫 老之书一下子就答应了 但是老之书也察觉到了黄主任 还有话要说 就干脆让大家有话直说 黄主任也不客气 上来就是让老之书敲打敲打龙占山 对于种琵琶的态度 人家就是一个小妹子 整天在这大山里跑 一护一护地去帮助别人想办法 把百里都当成自己的家了 而我们这些土商土长 相里相近的 还是吞里的领导人 我 黄主任一脸痛心疾首 也不禁让龙占山反思起了自己 面对马腕里的怂恿 龙占龙是否会遵循内心的选择呢 黄主任的敲打 会给龙占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龙占山和龙占龙之间的协议 又会给琵琶合作社的成立 带来什么问题呢 让我们下集接着一起看